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于下一个独立重复实验的篮球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事实上到2018年1月底 1号篮球已经连续50多期没出现了 而这个只有3%概率的事情也就这样发生了 而这时你已经亏损将近100万了 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赌徒谬误 是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犯的逻辑错误 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有助于预测未来 比如我已经输了这么多次 下一把就会赢回来 或者已经连续十几个晴天 肯定马上要下雨 这里面有两个陷阱 一 独立重复实验每次都服从同样的概率 不受历史影响 二 小概率事件很难发生 是在大数法则之下的结论 而我们往往只面对少得可怜的样本 你根本无法检验那个理论上的概率 在游戏中 赌同谬误往往成为延续游戏的一个顽强的动机 如果再来一盘 也许就能开出稀有的装备 殊不知 如果开宝箱真的完全服从随机 你两手空空的可能性 和几个小时前是一样大的 接下来我们会向你说明 完全不受控制的随机 是游戏性的敌人 因此它几乎从来不会被设计者采用 随机与概率仿佛真实存在 又总是难以把握 它是绝大多数游戏设计的核心 也是玩家的老朋友 桌游里五花八门的骰子 就是典型的例子 随机带来一种真实 因为它所试图映射的 就是充满随机的现实世界 无数的偶然构成了我们的生活 而一切都注定的生活 是不值得过的 但较劲的是 人无法感受随机 看看这两个分布图 哪个更像是随机生成的呢 因为人脑很善于发现异常 并且试图归纳出规律 所以当人看到这些聚在一起的斑点 往往倾向于认为 这不够随机 而右边这个更分散的图 才更像是随机生成的 统计学家把这种心理叫做聚类错觉 在一百次投掷硬币的结果中 百分之八十的概率会出现连续六次正面 或者六次反面 罕见的则恰恰是正反 一直保持穿插的出现 想像你坐在一个石城石的大教室里 等待抽奖 一百个同学 十个奖品 如果大部分奖品落在前三排 你会觉得奖票没有摇云 不随机 如果奖品都给了左前方区域 你会觉得不随机 如果八个奖品都给了中间两列 如果九个奖品都给了女生 如果所有的奖品都给了偶数号的作为 无数种如果 都会让你觉得 这个抽奖不够随机 这个思想实验揭示了一对经常混淆的概念 随机性和随机感 二者往往互相矛盾 我们感受到的随机 本质上是均匀 而持续的均匀意味着极低的随机性 往往就是程序操纵的结果 游戏的设计者为了让用户感觉随机 而必须想办法减少随机 比如在魔兽世界 Delta和英雄联盟中 用心良苦的数据设计师 都使用了类似这样的方法 来实现25%的暴击率 第一次攻击 只按照5.6%制骰子 如果没有暴击 则下次攻击的暴击率 翻倍提高到11.2%制骰子 以此类推 但如果暴击了 则下次回到5.6%投制骰子 长期来看 你的暴击率稳定在25%左右 尽管它是被人为操纵的 但这个25% 是你能够直观感觉到的 真正意义上的随机 可能相当残忍 或者极度无聊 如果暴雪诚实的 给你按照20% 在程序中投制骰子 那连续10刀20刀不输暴击 是家常便饭 如果这样 玩家可能会愤怒的砸掉键盘 离开这个游戏 根本的困境在于 人脑不能记住过去的 几百几千次结果 来建立起基于大数定律的 所谓正确感受 更可怕的是 在一个以装备获取为核心的 角色扮演游戏中 如果不能明确感受到 20%和30%暴击率的差别 玩家就不会追求暴击装备 游戏的可玩性 也将大打折扣 现在大热的游戏类型 Rogelike 从一个侧面 印证了随机的残忍性 那些放纵随机性的作品 通常体验极度糟糕 而真正的Rogelike佳作 则会牢牢地握住随机的缰绳 为玩家提供合理的乐趣曲线 更花乐的例子 是俄罗斯方块 一个经典的问题是 俄罗斯方块能否无限地玩下去呢 答案取决于掉落的顺序 假设游戏连续地 给你出足够多的S型方块 那游戏必然会结束 如果俄罗斯方块的下落 真的是随机产生 那么这个悲剧 只要你玩的时间长 是注定要发生的 如此荒唐的游玩逻辑 必然会让玩家觉得不可理喻 所幸开发者没有犯 这么愚蠢的诚实错误 下面介绍一种典型的 俄罗斯方块随机序列的生成方式 七种形状 每种一个 七个一组 组内随机排列 形成七的阶层 也就是5040种可能性 就这样 七个七个地衔接下去 从而保证了 同一形状 最多间隔12块 就会重新出现 也保证了正反S型 不会连续出现四个以上 这样分层的随机 虽然虚假 但保证了游戏起码的公平 玩家不会被系统直接坑杀 这样的例子在电子游戏中 无处不在 比如30年前初代的最终幻想 走路遇到怪物出发战斗 看起来随机 但其实背后是这样设计的 首先随机选出50至255中间的数字 玩家每移动一步 减6 直到这个数字小于等于0 就进入战斗 这样一来 玩家最幸运可以连续走42步 最倒霉走8步 就会遇到敌人 这样保证玩家不会被莫名其妙的连续战斗烦死 受到早期游戏机软硬件的限制 随机数产生很困难 游戏设计者需要为掉落装备 遭遇战斗等事件的触发 设计简洁可行的算法 这些算法被称为Random Number Generators 随机数生成器 现在欧美玩家在看直播时 喜欢提的RNG之神 就是指这个 有一种以玩家行动作为变料 用固定算法迭代制造随机的方式 叫做随机种子 比如玩家鼠标移动的距离 当前画面中某个像素的颜色 或者开始游戏时候的系统时间 或者玩家前几个回合的行动 等等 一个初始的变量X 被带入到设计好的函数FX中 得到的结果继续被带回到FX中 循环下去就可以形成无数多的随机数 这会导致一个极端情况 如果玩家参悟到了X是什么 那么即使他不知道FX的算法 也能通过特定的操作 来操纵变量X 实现百分之百掉落西游宝物 百分之百获得闪光的宝可梦 等等奇迹 这种行为其中一些就被叫做密集 而另一些则形成了TAS玩法的基础 同样的原理还能用来解释 Minecraft能生成特定建筑和环境的种子代码 以及很多只需几KB 几MB就能存储的 即时战略游戏的回放存档 后者显然不是对视频的压缩 只是对玩家操作行为的保存 由于随机种子的算法 能保证此外的一切 比如宝物的掉落 比如暴击的树枝 这些都已经被唯一的决定 回放文件只需要保存种子 也就是玩家的操作 进入完美复原游戏的过程 游戏设计者在管理随机性 设计随机感的道路上一路前进 无论是暗黑迫害神的装备掉落 还是如实传说的卡牌顺序和随机行动 背后都是厚重的经验教训 和心理学的理论研究 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握玩家 对随机性的感受 维护公正 保持乐趣 促进玩家继续游戏 当然它也促进了 欲霸不能的抽卡和内构系统 真得了 喔 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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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随机感的设计 也出现在游戏之外的各种场景 比如苹果公司的MP3播放器 最早曾经被指责 两个随机播放功能都做不好 就是因为他们诚实地执行了随机 导致同一首歌经常重复播放 后来苹果不得不采用更复杂的设计 包括禁止连续重复 甚至悄悄避免同一个歌手 不同歌曲的连续播放等等 成也随机 败也随机 有靠运气元素让人乐在其中的成功案例 也有被过度随机毁掉的失败版本 好的游戏设计永远是竞技性与随机性的平衡 运气压倒技术 竞技性将不复存在 假设卡台游戏顶尖高手的决战 胜脉完全由谁先抽到特定牌来决定 这很难说不是游戏设计的失败 而技术压倒运气 正如一些主视角射击或者格斗游戏那样 则容易导致高手和菜鸟的迅速分化 游戏陷入新手玩家大量蒸发的困境之中 游戏社群越来越小 这也是游戏厂商不愿面对的诅咒 驯服随机性把握随机感 是游戏设计永恒的课题 甚至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游戏设计本身 这些违反直觉的努力 提醒着我们感觉和记忆的不可靠 服务感官愉悦和了解客观世界 是两条同样艰辛 也互相成全的探索之路 作为玩家 我们练习体会总结较量 与游戏系统对抗 在随机中追求稳定 是永不枯竭的本源乐趣 正如每个人的真实生活 在无尽的随机中 寻找不变的人和事 紧握随机的缰绳 然后纵情耻丑 才是渺小的人生中最浪漫的事 感谢知乎刘看山的 友情演出和助力 如果你对随机与概率 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欢迎去看看 混乱博物馆的同期节目 命运是什么 毕竟感受随机就是享受生活 那么最后是这段 先给各位的引用 光明是黑暗的左手 黑暗是光明的右手 生死归一 如同相拥而握的刻目恋人 如同紧握的双手 如同终点与旅程 来自厄修拉勒古恩 黑暗的左手 感谢众情老师的供稿 这是本期的混合理论 有关游戏 生命 宇宙 以及一切 我是42 我们下期再见